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共发生了18次沙尘暴天气 其中强沙尘三次 就是沙尘那个十次 一般的阳沙前期是五次 其实这个这样频繁的频率 就是在中国建国以来 甚至在往中国以前以来 都是几乎是没有见到这种情况 对 实际上就是说在中国以前 都没怎么听说过高天道这么回事 北京以前就是一些风沙而已 都从来没有听说过高天道这样的 对 到九九年以后就开始了这种很强烈的发生道的兴趣 那么其实很多人在这个事情上就分析 专家就预测就是说因为这个沙漠化 很严重 需要这个植树造林来缓解这个灾难 就把这个原因归解为环境破坏上面去了 对 那么实际上呢 中国古人已经早就跟我们讲过 就是这种天灾和人祸是分不开的 那么在中国的古汉书 五十六卷呢就已经曾经讲过 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做了什么坏事呢 那么天就会降下一些灾难来警告 那如果这个国家再不悔改呢 那么就会更再加出现更奇怪的一些事情 如果再不悔改呢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有很大的灾难出现了 那么九九年以来呢 中国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其实这个中国九九年以来呀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不但是在中国是大事 可能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大事情 就是说加拿铃政府啊 对这个上亿的法轮公司认者进行了镇压 这个镇压呢 这个范围之大是覆盖了整个中国 甚至到后来把这个黑手啊 就伸到这个海外来了 那么的话这个 这之广呢就是涉及了一亿人 然后时间持续相当长 到了现在就已经将近三年了 那么的话呢 在这个三年的镇压以来呀 十几万的法轮公司人被抓进监狱或劳照所 被打死的人已经知道有名有姓的 已经有387个人 389个人 内部统计呢 可能打死的人可能超过了1600人 另外就还有就是上千人被判刑啊 最高的有判到18年的 那么的话还有几千人被就是关进基层病院啊 就是等等啊 但这个在这个文明社会吧 是是罕见的 除了纳粹这个德国政府能够 当年对着犹太人这个事情能够 相提这边以外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大的一个一个就是这种 大的这种 对这个大年纪人们的这种破坏 那么的话呢 在这个破坏期间呢 就是不断升级 从早期的这种打死算白打 打死算自杀 呃就是打死之杰火化不杀生员 以及这个呃年初的这种呃 就其实可以开枪到最近的这种杀物色 这种这种趋势啊 就是是残酷 是惨烈啊 就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这些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结合到目前的这个杀城暴天气啊 实际上就觉得这个并不是这样偶然的 就是个热的天气的问题 实际上是跟这个人祸是分不开的 是跟举例连续的 对 那么实际上在镇压法轮功以来呢 很多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些警察呀 或者是一些工作人员吧 他们也直接受到了这种 善有善暴恶有恶暴这个规律的这个惩罚 很多警察呢 就是被这个飞来的横货车祸呀 或者是很多那个突然有一种很怪的病啊 就会一种暴死 但是呢 很多法轮功学员呢 通过掌心真相 就把这些善有善暴恶有恶暴这些事例呢 通过这个资料啊 贴在这个用户的门上啊 或者是赞发给中国广告的 邮件啊 邮件啊 邮件等等 但是很多人都对这件事情就不太理解 他认为好像法轮功学员在诅咒上面 其实不是这样 就说这个 善有善暴恶有恶暴啊 就是一个中国老百姓啊 比这年来都相信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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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嗯 就说做好事了 老人说了做好事你有福报 做了坏事你说会受惩罚 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呃 一个文文字和语言而已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自然规律 这是一种规律吧 嗯 所以呢 这个法轮功学员 它是出于善良的这个意愿 是告诉这个捕获的警察们 你们不要这样干了 这样对你们有任何好处 嗯 他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这个警察 并不是在诅咒他们 而是为他们好 那么实际上从刚才您介绍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哈 这个北京的沙尘暴呢 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了 特别是99年 刚分的集团策家法轮功以来呢 其他除了沙尘暴以外 其他的沙尘暴也是不断 一些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 还有政府官员呢 也不断地受到这种惩罚 他们突然得一些怪病啊 或者是发生一些飞来的横祸啊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警告 这些人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那么法轮功学员在这个期间呢 也是在不断地向世人掌清这个真相 很多人就把这个 他这个善友善报未有恶报的这些故事吧 就讲给世人 把电话呀 自己信啊 这种方式啊 对各种各样的方式 但是这样的做了以后呢 很多这个不理解法轮功的人呢 他就会认为法轮功学员在 好像在主做他们 对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了 就说这个 其实中国人吧 这个几千年来以来呀 他都相信他有加弹位了吧 这个股庆呢 是这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话 他那并不是一个 这个语言而已 他像是一个真正的一个 就是一个天理 就说呢 这个老百姓知道 就是说这个做的好事 会有这个好报 做到犯事呢 不受惩罚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维持这个道德 所以就像这个 善友善报未有恶报的道理呢 在这个目前 对待法轮功问题的上面 表现的特别明显 我记得有一个 在那个东北 一位街道副女主任吧 他就是积极参与 迫害法轮功学员 他们呢 本来就是说上级 好像没有宣布什么的时候呢 他就说要干一个什么 小话班 结果呢 小话班成立的当天呢 他的儿子 刚刚考上大学 就在那个路上 发生严重的车祸 别人都没有睡 只有他的儿子呢 就死亡了 那么这件事情 他知道了以后呢 他就得了精神病 就发疯了 就在医院里 像是一个非常惨烈的 这么一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这件事情 不让人们知道呢 实际上人们还认为 就是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 其实法轮功学员 告诉这个 就是原名这个 战友善报 二友报 完全是善意的 是好意 就说呢 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会在这个人 会在无知中 越走越远 越滑越远 最后把自己又回家了 就说因为他 战友善报 二友报 不是因为你 喜不喜欢听 你愿不愿意接受 他就会改变了 他就是 摆在那里的一个 突然存在 你愿不愿意 他就这样 就说做的好事 这个 所以主文讲 这个叫做 道家里之话 叫做这个 福获无门 揪游出去 中国人也经常说 自作自受 实际上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不是 盖心在乐祸 也不是盖心在诅咒 他实际上 是在救你 就告诉你 这个事情不能做了 坏事是做不得的 做的话 坏事一定会有惩罚 对 但是很多人呢 在这件事情上 还有一个误区呢 他就认为好像 新疆法轮功这件事情 是放你压下来的 我只是一个 大机器里的 一颗螺丝钉 那么我做了这件事情呢 就跟我无关 那么你惩罚就惩罚 上面的人了 可是这其实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是不知道的 一个一个误区吧 因为因为实际上人嘛 他都有明白的一面 人都有脑子 人并不是一个机器 他和机器还是不一样的 是吧 他有思想和头脑 就是说 对于一个事情的 这个对错 这个善与乐 每个人他都有一个标准的 其实很多个人是各关存在的 比如说这个 应该 比如说的 中国主任讲的 应该是 夷为助奋 应该是乐于助人 就不能做坏事 这个这些价值观 都是长久以来 老百姓 就是一天天来承诚 向来 都是知道的 比如说这个 不能 应该欺负好人 这坏人应该自主 但是呢 如果说 打了一个谎 就是说 这是上面的命令 我就是吃了晚饭的 我就是一个 政府的一个官员 一个警察 我没有办法呀 这个实际上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一种不提起人 对 因为每个人 他都有自己的良心 也就是凭着 你自己的良心 来做这些事情 每个人 他对他的选择的权利 是这样的 那么很多人呢 其实在明白了 法轮功真相以后呢 他们自觉的 就做出了一些 符合自己 按照自己良心 来办事的这些事情 有些单位的领导 就是保护他们的 这个法轮功修炼的弟子 他们就在单位里 也给他们提供 适当的条件 那么有些警察 也是在明白了真相以后呢 就善待法轮功 所以不去打他们 不去骂他们 对 我这段还没看过一个报 就是一个 一个宣言里了 这个其他警察 就是主打这个法轮功 有一个警察 他还赐止他 就说这个这人挺好的 就是别这么 对待他们 对 还有一个地方 一个县的县长 就是也是就说 当有人来 像邀功勤赏吧 来举报 法轮功学员去 职业交易 这个县长还赐止他 说你别干这些事儿 这个就说明了 人他都是有良心在的 对 目前这个社会中期 到的日下 他人这个心里面 那块 面的地方 他还是有良知 还是有善良的地方 对 这也就是正是 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目前在这个被迫害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还要走出去跟大家讲听这个真相的原因 对 就是因为现在人还有 有善良的人还有 就是说还是可以明白这个事儿 对 因为大家都是都是中国人嘛 是原皇子孙嘛 我们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国家 就说 因为这个在这种 呃 无知中犯下的这个这种这种罪行呢 这种受到这种不幸 对 那么实际上在99年 C20建加法工之前呢 法工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呢 已经对这个事情 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出 他就是在一个 一次欧洲法会上呢 讲了这个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 呃 人干 人做坏事的时候呢 总觉得自己干的坏事 还得自己搞个理由 搞让自己就是 这样一个 对 实际上呢 我们世界上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 你就看一看 如果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地区 或者哪一个人做了坏事 紧接着就会有特殊的现象出现 人的灾难 人的一切 都是人自己搞出来的 对 这个中国人呢 就讲这个叫三尺头上有神明 对 就说呢 那就说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就说这个不是说 你做了坏事呢 不知道 实际上呢 这个世界上有 他有这个 有原值的 对 说这个 这个做好事则福报 做坏事不惩罚 这个是一个天理 他这个是 就是永远都存在着 这个 所以一个人就应该为自己 为自己的将来 和自己的生命负责 就是认真的考虑下 自己的行为 对 这该做我们是不可能的 其实法轮功学院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 苦婆婆心吧 就是这个 不予于力的 就告诉老百姓这个真相啊 就告诉他们这个 善恶有报 这个道理啊 真是从心里面 为他们好 就告诉他们 在挽救他 就说 就说不要再做坏事了 就说这个 确实是 就说会有 明明之中是有天理的 会有一个这种 来衡量这一切的 这种功力的 对 实际上在这个 这次北京这么 北方地区这么大 面积的 杀情报 发生之前的 一个多月前呢 就李洪志先生 在明慧网上 就发表了一首诗 对 当时是 时间是在一月份吧 就是 李洪志先生 他就在诗中讲 说中原半地 复杀城 就说这个 已经一元 一元性的 就是指出 这个 这个 现在这样一个结果了 这个就是说 其实我想 很多人应该 都好好的想一想 对 其实这个消息呢 其实在我想 中共的最高层呢 他们也是天天 在看明慧网上 所以这个诗发表以后 我讲他们 肯定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现在已经 也是得到了印证 但是他就是 不让中国的老百姓 知道这个 而且啊 就说这个在中国 现在大陆吧 除了三年报以外 还有其他的 现在人祸 对 比如说水灾啊 汉灾啊 甚至三年里的黄灾啊 对 其实这都是 在与不同方式 在告别时 就说这个 万事不能盖 对 特别是这个黄灾 好像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都已经没有 这个黄虫的灾害 这个黄灾呢 在古代的 这个进书中 就有提到 他就说 发生黄灾 就是说呢 这个皇上 和他的大官们呢 就是已经在做 这种堪污取化的事情 这跟中国目前的 社会现状 就非常相符 而且有趣的是啊 这个和这个 过去的 封建帝王相比 其实 其实江东宁集团 他们就是 就是连他们还比较上 其实封建的 这个帝王嘛 他这个自然是这个 就是一旦做了这种 呃 就天灾人祸啊 他还有这个自知之明 他就到反省 所以皇帝会下这个 最几招 就说哎呀 是镇啊 是做 皇帝脱 这叫镇嘛 就是我做错的事情啊 是这个 出现灾害 老百姓受了粉色 我应该责备自己啊 而但是 但现在这个 21世纪的 这个文明社会 江东宁集团 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他们就不但就说 这个出现 天灾人祸 这么大面子的老百姓受苦啊 他不但 不反映自己的这个 做这个大措施 他反而是越演越演 观众朋友 中国大陆近三年来 不断出现的 恶劣气候和反常天气呢 实际上背后真正的原因呢 就是江泽民集团 在疯狂的迫害 这些善良 无辜的搞人公群众 那么作为观众朋友 您呢 我们希望呢 能够认清这个事实 并且不再追随 江泽民集团 做这个 犯害害的事实 对 这也是我们今天 这一门的年轻圈告 我们的年轻圈告练 是这个大陆上次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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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